3月8号,羊羊经纪公司凯月娱乐发文宣布,与轩元健至汉之云出品方上海新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,经友好沟通后达成了和解,并是前前。 据悉,3月7号,羊羊方发布律师声明否认在与汉之云出品方合同纠纷案中败诉,并称已通过法律程序重新启动案件再审。 此事引发网友热议,有粉丝留言,一个双方和解的民事纠纷,却被有心人拿来恶意造谣,发酵到如此地步,既然现在已发声明和解,也请各位吃瓜群众不要再造谣传谣了。 猛狗浪新闻,心疼洋洋,期待洋洋下一部作品,报道。